那个最变态的男主回来了 因笑话打枪却被笑话爱上 大家好呀我是泡夫 今天要讲的是这对2023最佳宠爱番 拥有最萌女高男低身高差的呆萌情侣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第二劲 还没看过第一季的小伙伴 赶紧点击右上角的链接宠温宠温 或是等泡夫出个合计吧 新学期开始 世上的最矮男主被众女围观 只因他休假时摔伤骨则 然而当看见他胸前的秋田犬子狼 终于瞬间被恶心退散 但眼睛的小圆很快注意到 山田的书包也惯了同样的定情信物 这时担忧男主情况的老师找上他 问有没有关系好的朋友可以照应 说完直接想到了山田 男主想完地下情 澄清二人关系只是一般般 这微妙发言却被山田全听进去了 之后男主自食其果 上课抄笔记赶不上擦黑板的速度 想要借别人笔记抄抄 山田已经得罪了 后座的小圆 不能随意增加好感度 扩扰时黄毛色皮揭出自己的笔记 豆索表示自己获得了山田的信任 原来山田觉得自己姿态丑 于是便按钟拜托帅气温柔的黄毛 当然形容词全是幻想出来的 放学时小情侣在玄关口碰面 男主扭腻道歉 坦言是不好意思麻烦山田才这么说的 兄弟的山田心胸也很大 和他头靠头就算原谅了 西洋气下 两人一起走路回家 兴奋的山田提议给男主拎包 男主顺激表达促意 让他别再和黄毛说话了 前头爆屏大家注意眼睛 之后的日子 山田彻底成了小弟 给予受伤的男主五星服务 三周后石膏倒是习惯了 和山田的近距离接触 还是会让心脏低震 这天黄毛色皮和老山士们聊起爱豆杂志 男主一脸比 他们没见过世面 直到色皮惊呼 里面仅由我推山田 化名秋叶成了爱豆 男主立马化身头号粉 表示山田暗出的模特还会上综艺电影 估计是事务所目前的主推 一般精虫的大脑程序启动 往爱豆路线发展 莫不就能看见山田穿超小比基尼 放学后山田问起男生们聊了什么 男主逼而不答 以为他会介意自己出现在男性像杂志 谁知山田转头就把他带到便利店 创开杂志玩一出自我介绍 他侃侃而谈说照片拍了很久 因为摄影师要求他必须自然 男主立马送上彩虹屁 表示这组很自然拍得很好 于是山田开心的买下一本送他 之后男主露嘴说出 这组比时尚杂志那组还要更好 山田心头一阵 没想到男主居然也有关注 玩独子男主拿着姐姐挡刀 表示是他买的自已偶然看到 但不管如何山田都很开心 这天加上课 出得了厅堂 倒入不了厨房的山田出场做饭 打个鸡蛋屡屡失败 让一旁的男主操碎了心 这时小圆来吃光 问男主寒假时去了哪 山田的房秦滴雷达启动 连人趋移赶到 心大的他一五一时回答了小圆的问题 一听他的平安夜是和男主一起过的 小圆可累一嘴唐但不说 之后山田反问小圆 他立马挽起自爆 表示和一修只有元旦见了面 小女子心思暴露无一 见面时一修唤清皮肤流起了病觉 颜值大跌八百下 小圆心中很是介意 听闭山田若有所思看向男主 这时老是让几人把刘海受尽头巾 只有一只手的男主自然又获得了山田的帮忙 奈何还要耍帅 分布山田留一点在外面 结果导致两片刘海露了出来 轮到试吃环节 毫无贡献的几人坐上C位 吃货山田更是伸手要对一号嘉宾出丑 黄帽四批兴奋表示 那是自己做的 男主眼急手快躲过来一口拔机下去 蹭位渗透学校每个角落 这时秋田犬侧郎掉到地上 被小元捡起还给男主 那一表情分明知道了什么 男主心里又惊又喜 好奇山田会怎么回应 又觉得对受欢迎的他来说 送离只是长小事 这时两人看书时 山田打起咳睡 惊醒后不住对男主道歉 但男主却说不出口 只要有他在就已经很开心了 为了红美人一笑 他掏出手机 给山田看第一季约好的学景 照片糊得不行 男主脱口而出 当时就是为了抓拍才摔下去的 全然忘了自己本打算要隐瞒到底 山田一听愧疚不已 之后的相处更是心不在焉 回到家也没有发消息给男主 正当男主头头不已时 山田的姐妹拳找上他 告知最近的山田很不对路 明明平时逼吃两包以上的薯条 昨天竟剪成了一包 看来一定和男主有关系 山田也在这时来到学校 一连的自责丝毫没有缓解 这一时他发现弄丢了秋田犬太郎 男主上前主动关心 但为了不再给男主带来麻烦 他一时谎称留在家里 放学经过玄关后 直接小圆和一休正在寻找秋田犬太郎 原来小圆为了帮助山田 向工具人谎称是自己弄丢的 这时男主终于决定A起来 情自翻遍学校周围 奈何他不清楚山田平日的上学路线 这么做简直是大海劳针 路过的小萌及时送上助攻 告知男主山田平日走的是那条街道 接着趁男主不注意拍下来发给山田 助攻做到这里也是没谁了 漫天飘雪之下 心意相通的两人撞个正着 山田哭诉自己早便家里都没有秋田犬太郎 男主联盟安慰他一定可以找到 山田哭得更凶了 可疯的神明也看不过眼 把秋田犬太郎挂到一旁的树上 重获至宝的山田转杯为醒 不住道谢 随后眼界雪越下越大 便邀请男主到他家暖暖身子 替男主备好热水后 山田立刻主动擦头发 擦必死 进入泡澡环节 男主拼命克制恶心的念想 可充斥着山田气味的浴室 刺激着他每条神经 他下意识着找学坏坏的残留物 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 男主三两下离开浴室 却发现衣服连带胖子 都被山田收进了客厅的袋子 而山田只留下了自己的衣服借给他穿 男主唯有真空上阵 打算去客厅拿回袋子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修狗这时出现搅局 听见响动的山田穿着居家服闪现 询问男主要是哪个口味的火锅 说好的暖暖身子 突然就演变成了吃饭在走 男主刚想回答 望着居家服丧失眼女能力 下面的阿姆斯特郎炮分分钟咆哮 这一时修狗咬住裤脚往下拉 要帮助男主放飞自我 就在男主快踏入动漫十大射死场面时 山田及时出手相助 迎头却又送上暴击洗面奶 松口气的男主吐下作跪借作者 之后装备完毕回到客厅 却见山田换了新皮肤 说实这件更加可爱 吃火锅时山田高兴向男主炫耀 自己的妈妈总是很晚回家 于是他便会在晚饭前加餐 吃个淡然火锅 他邀请男主偶尔陪自己吃 男主不敢回话 转移话题问他带来了什么 原来是山田的毕业相册 不出意料他从小就是个吃货 山田说起自己的过往 从小父母就让他学了不少才艺 但没有一样他能坚持 每次放弃还都做好吃的给他 他深知父母太宠自己了 所以一直没注意到给别人添了很多麻烦 最近的他开始害怕 这样下去会被爱的人讨厌 男主称自己讨厌他了一定会直说 山田也借此问出憋了很久的问题 第一季男主有两天左右躲避他 其实是不是讨厌自己了 说着说着美人泪落下 一个拥抱哭泣反而更凶猛 男主坦言自己只是害怕受伤 所以筑起了心墙 这一刻他觉得两人真相 都一样会不知所措 山田的悲伤来得快去得更快 很快便会不干饭 男主随即会总此语安慰到 山田的家人总是在他放弃后给他做饭 是不希望他放弃挑战新事物 希望他永远积极地向前走 这一时山田才收到满满消息 还有12分钟就要到家 男主正想紧急撤退 然而消息是12分钟前发来的 丈母娘已经抵达家门口 山田唯有把人藏到房间里 自己则去挽迎应付 偏说来家里的人是闺蜜 好不容易把妈妈劝进浴室 然而还在房间你能我能依依不舍 这一时妈妈又打开门 急切询问女儿为何过敏还要吃火锅 山田随便应付才把人打发走 男主道歉自己让他说谎了 却被山田一把压在身下 只因发现窗边摆放着男主之前送的饮料瓶 少女心事差点被揭穿 熟悉的场景让二人梦回第一季 山田红这脸说 虽然是第一次撒谎 但他也长大了 可以有自己的心事 终于安全逃离山田家 却在电梯口与岳父不期而遇 一米五的男主顿时想起了被巨人支配的恐惧 随即迅速逃离现场 几日后男主顺利脱下石膏 喉咙却开始发不了声 山田的闺蜜找上男主报信 说山田恢复了正常食欲 在山田关心时 男主小声回忆 随即匆匆离开 山田虽然疑惑但也理解 自信男主可以不聊天 但是必须眼神交流 下一门选休克 男主和山田都选了无数 山田不幸的穿到了自带异味的道弧 所以分组时不愿意其他人靠得太近 而男主也不出意外担了出来 默默关心的他找上山田 两人莫名其妙开始腿战 男主还顺势来了个逼东沙 这时男主意识到 自意识到了变生期 即便有这么多两情消约的证据 连爱惊眼伟灵的他还是担心 自意只是被山田当成了女闺蜜 两人的关系将随着他身体的变化 出现变化 秘密基地内 男主说出了变生之事 山田比男主还要兴奋 随即釜低 悄悄和男主说情话 男主的脸被煮得七分熟 只因碰到了山田长大的证据 还有七天就要到情人节 小蒙提议搞一场巧克力式之会 山田立马拜师学艺 提议到自己家里搞 还直接算上了男主 周末男主一脸懵逼的 来到他家楼下等待 迎头照上大聪明小灵闺蜜 劈头就问男主在干嘛 他们正打算去做点心呢 羞耻Max的男主 立马装路过逃离现场 仔细想来 确实没有收到赠面邀请 可昨晚的信息 难道是发错了 这时助攻小蒙及时抵达现场 直接带男主风光入场 还提醒男主 丈母娘可是很凶的 果不其然见到有男生 丈母娘立刻变得严肃 询问他俩什么关系 这下有人欢喜有人愁 既为全时 山田主动帮忙 被妈妈犀利的眼神 吓得收回了手 小蒙把戏做到底 上前替二人圆场 还全场直呼男主的名字 山田的脸色越蓝越绿 妈妈正打算吃关恋爱故事 山田及时把妈妈带走 趁次小蒙悄悄让男主说好设定 还调戏让他叫自己名字 山田的头上长出了青草原 一旁的闺蜜三号看不过眼 出声好指 气氛变得沉重 唯有小林依旧如常 之后男主又洗碗想躲过去 却不了山田从后散见 问他是不是聊得很开心 男主吓得跑去放水 自来小区打算直接回家 这时幻想男主出现 却说男主把误会解释清楚 万一两人哪天真成了 他又该怎么和丈母娘介绍自己呢 争扎许久后 男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和妈妈道歉自己说了谎 这一局好感度狂飙 妈妈很快知道 男主就是女儿不停念刀着的人 男主正要走人 就被山田接触 问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成亲 男主表示只是不希望山田 再因为自己而对妈妈撒谎 处处都为女人着想 谁不着迷 之后两人回到家里 就见两米岳父掌控着试智会 四人毫无预兆开启了家长会 岳父盯着男主好一会儿 就走进房间 进行了墙壁上的观测 众人热烈讨论着巨人 这才知道他是法国菜的主厨 这时岳父再次闯入城墙内部 希望男主喜不喜欢打游戏 最后两人莫名其妙挨着坐 就打起了游戏 妈妈表示 这是侧不准距离的岳父 原来山田时不时的福利 都是基因遗传 感谢岳父 回头给你多生两个孩子 这时小萌摇耳根子 评论岳父和山田长得一点也不像 谁知岳父把头发撩到呃后 化身西洋帅哥 小萌变花痴 差点就要申请成为闺蜜父亲的女朋友 巧克力大功告成 小萌殷勤出击找岳父试吃 还让情敌妈妈带路 那边上演洗一批带乱盾 男主却被山田抓到帘子后 上演宠爱剧 男主吃了一口表示太甜 山田二话不说 把鱼下的吃掉 很庆幸男主今天来了 毕竟他要送的对象只有一个他 回家路上闺蜜们拆穿 男主来过山田家 毕竟上电梯时 他直接按对楼层 去厕所也不需要子路 真是半点也不会演示 夜晚山田来电 问男主觉得家长会怎样 男主给出模糊的答案 道士岳父的答案有些意思 因为忘了扫码家好友 希望山田可以再来 得知男主已经去了山田家 准备吃瓜的姐姐备好甜酒 打算灌醉男主后套点堂科 他问男主什么时候要告白 又说他们不过是初中生 随着环境变化 心境也会改变 世上数十亿女性等着他去发掘 然而男主却斩钉接点反驳道 自己会一直喜欢山田 道士山田的世界会越来越广阔 转过头指不定就忘了自己 姐姐鼓励他迈出第一步 问题只在他想而不想而已 泡芙的一幕笑实在控制不住了 情人节早晨 山田正准备给全班男生发巧克力 男主鼓起勇气表现出占有欲 山田惊讶之于都是开心 之后山田利用起笑花的名气 到学校各处摆添了一袋巧克力 而班上 小萌正将一堆友情巧克力摆在桌上 认收不到的可怜人领取 而他知道男主肯定不会去拿 于是便特意摆到了他桌上 东亚醋王山田见状 立刻将巧克力塞进嘴里 表示自己今天就是男生 下课后 小情侣照常来到秘密基地 迅猛已久的山田提议今天下棋 但棋子却全都是巧克力做成 完不一会儿他自动认输 说规则便是获胜方得到所有巧克力 变着花样终于将心意送到手 然而这还不够 黄帽色批在领取巧克力后 发现里面有新型的信任 于是便开始脑补幻想 小萌简直快被恶心坏了 认为是自己没有标注友谊巧克力的错 山田听后如有所思 帮学后山田拽着男主到后院 偷看小源送礼给易修的场景 他羡慕小源能够如此坦荡 男主却以为是吃货在觊觎别人巧克力 之后准备回家 山田要求男主再自己一趟 男人回忆起第一季相似的场景 那时山田曾说 男主是害怕改变的人 而如今自己却成了那种人 因为现在的每一天都像梦一样幸福 男人来到便利店 车货山田买了爱心包垫肚子 他问男主怎样才会觉得烧到了真命巧克力 男主说对方不明说自己不会懂 但见黄毛色批的话来说 或许看到新型巧克力就会误会 山田TV立马将爱心包贴到他嘴边 说是送给他了 走前山田还不忘添一下巧克力 男主被遮移出整蒙圈了 心力沉沉欲动 此时山田则拿出真命巧克力 真主再三还是决定送出去 回头就见男主已经追上 还送来了一盒巧克力 因为今天山田收获自己是男生 回去后男主在床上打滚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这时收到了女人的信心 匆匆出门查看 他竟借着溜狗的名义溜到门前了 月色真美 两人坐在长椅上 聊天中玩起心理战术 山田问他有没有收到巧克力 燕幕脑袋只回答说没有 反问山田有没有送别人 山田表示没有送出友谊巧克力 男主想起图书馆赢到的和爱心包 瞬间紧张起来 这简直不是暗示 是明示了 眼见时机成熟 山田掏出本命巧克力送给他 不愧是山田 不忘分一半自己私下 这对请原地结婚 这时山田美人落泪 愧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男主连忙尝一口后原地起跳 草红屁说来就来 山田要求一个抱抱做奖励 男主的CPU都烧坏了 还是听话造作 回家后躺在床上回味细节 意外发现山田的巧克力上有颗心的形状 这下男主彻底明白了山田的心意 隔天去到学校 两人暧昧地打招呼 黄毛色P等人已经开始想白色情人节的回礼 得知男主居然也得到了巧克力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肯定会是个丑八怪 之后为了不踩雷 黄毛色P找上高人赐脚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的情敌学长 而他依旧是那个满嘴歪里的花心男 随意敷衍黄毛色P可以回礼内衣 又说男女永远无法相互理解 不认同的男主出言反驳 虽然男女会因为生活环境 兴趣和思维方式不同 可在熟知过程中也会发现相似处 进而产生共鸣 换句话说 花心学长从来没有与任何女生交心 即便黄毛色P再次P 也会懂得思考适合的回礼 男主坦言这样的他更值得自己学习 三人解散时 山田从二楼打起招呼 却看见花心学长紧随其后 自恋无咎的他伸出手想回应 被男主一把打断 这时男主打算对人渣宣誓主权 山田却从后不能赶到 虫爱面前 你的那点套路一本不值 好啦 这就是我新威第二季 一到四集的内容 感谢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